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早就忧心忡忡 最近在全球在关注红色渗透的力量 几乎是全球在关注红色渗透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但是必然要去面对同时呢 吴建民老师到底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中国早就把手伸进的香港跟台湾 我们从红色渗透这本书里头呢 吴建民老师他说中国对于国际宣称 香港呢台湾是处于他的核心利益 中国在港台的统战人员 他们常常毫不遮掩 如同进入自己的家门一样 但是中国呢对西方国家相对小心很多 在香港在台湾 中国可以使用同文同种做掩护 可是呢在这个西方国家 比较难诉诸于语言文化的亲和力 可是我们仔细观察 中国在全球投射影响力的作为 不难发现他的背后就是一套手法的各种变形 比如说他的主旋力就是利诱跟胁迫 让你上钩之后呢再逾取欲求 也就是说让你上钩之后逾取欲求 接下来呢以商业的模式做统战 一个具有高度控制力的数位化的极权国家 驾驭的商业行为 慢慢去遂行他的政治目的 他的控制力不仅限于国内 慢慢投射到全球其他的国家 在红色渗透里头 吴建民老师所传达出什么呢 他特别举第一个国家是在哪里呢 澳洲 他说澳洲的故事最值得警惕 中国利用华裔的社会人群里头 向政治人物来捐款 影响他的政治立场 在2016年 当时有消息扶出台面 以工党为名来参选的这个参议员邓森 他因为接受了华裔商人黄项默的一个捐书 逐渐被渗透了 而改变他对南海问题的态度 邓森他违反他自己的党 工党的官方立场 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这一段被中国南海政策辩论的一个录音当中 被澳洲的媒体披露之后呢 邓森随即辞去了 就是参议员工党党党编的一个职位 最后被迫在2018 也就在去年 他也辞去了参议员的职务 邓森的事件里头闹得沸沸扬扬 以这个吴建民老师所看到的是 澳洲他当时非常迅速就通过了政治现金法 之后呢 黄孝默被澳洲拒绝入境 黄孝默到底如何是在中国发起 又如何在澳洲大撒币去建立他的政商关系 如何透过了中共的统战系统来拉上线呢 他说在《红色渗透》这本书里头 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一个红色的入侵 无声的入侵 提供非常丰富 而且引人入胜的统战谍报 除了政界 除了商界 还包括了媒体 大学跟非常多数不清的研究机构 文化领域 安全部门 中国的影响力的操作 无所不在 尤其这几年呢 中国的渗透澳洲的情资 不断的被披露的同时 几乎成为中国锐实力 入侵西方国家的教科书的一个教材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吴建民老师特别强调 因为这本书的一个作者 他不是所谓的中国专家 不过他续言当中 他已经开门见山的说 2008北京的奥运的圣火呢 传递到坎培拉时 这个作者受到非常大的震撼教育 让他走上去揭发中国锐实力的这一条路 这本书使用大量的中文的文本 他自己坦诚 他这份研究工作获得了澳洲华侨社群的鼎力相助 因为他很担心效忠于北京金钱用户的力量 会颠覆掉澳洲的自由与法治 最后让所有的华裔澳洲公民同归于尽 于是在这个节骨眼当中 他把它编写成这本书 不过这本书里头所揭发的一些争议的部分 众所周知 要揭发中国政府如何利用华侨社团 跟新移民介入的澳洲政治 吴建平老师在这个序言当中 揭露的澳洲现在的处境 当然要投射的是 现在几乎港同 争取民主自由 共办效益的香港跟台湾 我们能够不忽视现在的一个处境吗 感谢你锁定君临天下事 我们再会了 拜拜 感谢观看